我禁服两年多了 也没给于家添个一儿半女 是我花无无能 我知道老太太一直为这事犯愁 所以我就让无冠无连长 替团长找了一个八字 特别合适的女子 我和老太太一个心思 就是希望这个新人 能早日为于家传宗接代 开枝散叶 不 娘 你看他妈给我找了这个 还传宗接代 跟个假小子在这 什么人都往回拉吗 花无 我不要什么新人 团长要是不喜欢 我再让人给你换一个 不行 这是天意 不能换人 哥 赶紧拿菜股的 大安 你要换人我就不活了 你信不信 我不活了 我不活了 直接传除了 其他没用的人都给我滚 快滚 都滚出去 滚 我不活了 来来来来 娘 你消消消消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娘啊 你看他们给我找了这什么呀 还传宗接代 男性你身体能好看吗 就这样呢 你信他那些老尼姑娘的话 我不信他 我信你啊 你不给我生个一难半天呢 我不活了 我活了 我活了 出发了 赶紧的 跑跑跑 你吓跑什么 你差点捅着大娄子来了 知不知道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没我 你还不知道在哪呢 我要回家 你回哪去 现在老太太都惊动了 你回哪去 那你赶紧把我放了吧 是你说到余团长家 丢个百人没关系 都是团长的家事 谁也管不着的 是 我是说过这样的话 但是我说这话的时候 还没有惊动老太太跟团长 你再看看现在 整个团长府上上下下 从团长到老太太 从门外到后厨 你哪个没过过夜 那怎么办呀 要么干脆 我把你打晕了 我跑了就是了 你把我打晕 这是团长府 光警卫就二三十人 门口的门卫就四个人 还不说每个院门口的小兵 你把我打晕 你就是把一多半的人打晕 你也逃不了 那你干嘛还把我带到这儿来 还说要救我 你不是把我害了吗 我没时间害你 行了行了 你让我想想办法 团长老太太现在都见过你了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让团长亲自念你走 大哥 团长家什么情况 没什么动静 到现在没看见都娘出门啊 念 娘 叫你念你就念 念 其人不至天一方 四才四路足且长 望求子嗣无觅处 男性女生解灾荒 那都什么玩意儿这都是 嘿 这回你必须听我的 娘 这是老天给你送来啊 救咱们瑜伽的人 你真不能给我怠慢了啊 好 听你打娘啊 既然你那不打嗝了 那我就先回来 您早点休息 你站住 娘啊 您就放过我吧 你看每天我军舞这么繁忙 哪有工夫考虑这个 怎么 你的意思是不听娘的话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娘 我听不听你的话你还不知道啊 我要不听你的话 您说哪来的这瑞芬和花舞 是不是啊 幸许 这老天可能就不想让我有后呢 放屁 你要活活气死我 我不 赶紧 赶紧 快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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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快快 好好好 娘娘娘 别生气啊 我答应你 明天啊 咱们一定好好研究这事啊 别生气 好了好了 好了不打 好了 好了 好好走 来休息啊 我先回去睡觉 休息啊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啊 怎么样 是不是换了一个人呢 还不好好感谢感谢我 这 这太紧了 胳膊都抬不起来 你看还有这领子 我这头都 都动不了 我 我还是喜欢我以前的衣服 你以前的衣服都让人扔了啊 你说你怎么命就这么苦呢 这么好看的衣服 你穿得不舒服呀 站起来我看看 真是可惜了我这身衣服 你能不能有点女孩子样 女孩子战有战相 座有座相 知不知道 太太 怎么了 吴连长来了 在外面候着呢 说她给你带来零仙特产 特别孝敬你的 她还知道回礼了 算我没办帮她 请她到镇堂 是 三太太 我该是不是来接我的 她上次放过我一回 这次她还能不能再放我一回 你想什么呢你 进了团长府 她想帮都帮不了你 现在只能我给你找机会 知道吗 好好待着 这什么衣服 袖子还抖地劲 这什么衣服 袖子还抖地劲 老太太啊 你好福气 就等着抱孙子吧 老太太 吴连长来看你了 来给你请安 小山东啊你 老太太 你别动 刚才那个礼是现在的 我再给你来个老大 行行行 起来起来 小山东啊 你们团长那人你给寻的 立了大功了 好 好 应该的 我这儿有一点玻璃 不成敬意 是 别人给我送礼我还真不要 你这个 收了 赶紧给吴连长看茶 是 快坐 好好 坐吧 坐下 是 待会你们团长回来 我让他好好赏你 娘 叶老嫂 好 儿啊 你赶紧打赏吴连长 花屋就是让他给你寻的 那个那谁 那个 那个新人叫啥名 秦窦娘 秦窦娘 回头打赏你啊 坐下 赶紧的 给小山东看茶 哎 娘 我今天团部有急事要去 早饭我就不吃了 让他们陪你多聊会儿 我先走了 不许走 不许走 你今天有天大的事也不能走 娘 这军武大事 可不能当儿戏啊 你军武大事不能当儿戏 我们余见传宗接代也不能当儿戏 你 别跟我说 跟法师说去 啊 人法师说了 今天是良辰吉日 你们今天必须给我行大礼 拜堂成亲 赶紧 赶紧吩咐下人们都张了起来 把你那些不下子也都请过来 今天我要好好热闹热闹 最近呢 上党地区战事吃紧 我呢 又刚刚调到这河阳县 你说现在你就让我大张旗鼓地 娶妾成亲 这要是传到隋庆公署那边 那对你儿子我 可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啊 再说 我今天我真的是有要事 公署里边那红人毛参座 要到我们团部来视察 那可是大红人哪 得罪不起 娘 您要是非让我演这一出的话 那咱们娘脸啊 在这河阳县的日子 待不了多久 老太太 团长的仕途重要 成亲拜堂的事可以往后料料 老太太罪名是礼了 对不对 不摆宴席这个事 娘可以依你 谢谢娘 但是 今天晚上行房 你必须依我 就这么定了啊 如瓶 哎 派人 把那两间房子给我收拾出来 好嘞 再从我那躺棍里啊 把那个新里新面的背后褥子 都给我抬过去 哎 你们大家都听好了啊 今儿个 一切都听我吩咐 人家法师都说了 今日行房必得贵子 三辈之内必出龙凤 对吧 听听没有啊 回答 听见了 忙回去嘛 老太太欣然来了 来了 老太太好 好好 老太太 你看豆娘这份装扮怎么样 不错挺好的 挺好 就是 就是衣服有点旧了 那我再给她换一身去 不用 回头我让裁缝带着料子来 我给你选 豆娘 赶紧谢谢老太太 老太太要亲自给你选布料呢 快ough 啊 那 不 五 六 这是 那 疼 孩子 家里父母都高瘦 我爹娘早就死了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还有我三姐 我三姐等我回家呢 不回去了 回头我派人 帮你三姐接过来 让他陪你在这儿住一段 不用 不用接我三姐 他不在家 不在家那就是嫁人了 家里也没什么人了 这孩子挺可怜的 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 好好服侍团长 回头生个一男半女的 你不也成了 有家有亲人的人了 不难过 老太太 善寨 善寨 我不在这儿住 我要回家 老太太 人我先带走了 我再给他捣吱捣吱 再给您送过来 走 好 她心里难过 好